樓高508公尺的台北101 過去意志獨秀 現在旁邊多了 象山造型的南山大樓 不僅改變新一區天際線 還成為第二高樓 雙方互比苗頭異味濃厚 考慮像101一樣 以後這邊也放煙火 或是什麼樣的異龍活動 這個煙火已經101在放了 我們再放煙火的話 就沒有創意 我們會想一些 有創意的方式來慶祝 例如什麼 這現在我還沒想到 才開始 現在6月好遠 48層樓的南山大樓 當中38層樓面將作為辦公室 儘管還沒正式營運 但週上已經九成滿 每瓶租金5000元超越台北101 除了作為辦公大樓 另一部分還將由微風 一口氣租下20年 預計今年11月開幕 除了頂樓的景觀餐廳 四層樓的複合食商場 有號稱全亞洲最大的 2000多瓶生鮮超市 以及5D電影院 會有100%的 所以 總統那一年租金大概多少 可以為南山帶來多少 我還沒算過 因為還沒全部簽約 但是我覺得會比我們原來 一起的好 那預估超過1億或2億 這個金額不能講 還在施工中的新一 A13遠東百貨 預計在2019年就會開幕了 到時候它將會與新光三月 還有南山微風三強鼎立 除了新光三月與台北101 微風也將進駐第三間商場 A7所將與兩間國際飯店品牌合作外 也與A13一樣有複合式商場 這位A25的富邦心意 為純辦公大樓 道士各商場陸續開幕 或許能藉由幾個效應 一起把柄做大 但若百貨自身無法做出差異化 恐怕人無法從中分一杯羹 這城城白 謝偉宜 台北報導